二手车行老板错信狡猾员工 对方使诈 骗走二手车买家的定金后跑路 老板蒙受20万令吉损失 连累公司也经营不下去 二手车行老板正惩罚去年10月开始 陆续有客户上门投诉 声称自己付了定金 给外号内的二手车商后 却迟迟拿不到车 也联络不上内 心生疑惑所以找上门 正惩罚这时才恍然大悟 日房夜房家贼男房 员工居然哄骗客户 汇款到自己的私人户头 甚至偷了老板的支票簿 招咬撞骗 我的支票不间调 然后我有报案 我去备案警察局备案 我的支票被偷了 然后他这张支票就拿给他 他是用公司的Payment 然后有的是客人 没有进公司的户口也有 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你不要进我们公司户口 为什么你要进他的私人户口 后面我跟他解决了 一人一班 就是说就给他 就给五千块的Dial Payment 我也是亏五千 为什么你会 还知道这个人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你还给他 留在公司 然后 因为他说跟我讲 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然后我就给他机会 郑成发透露 事发前后 共接获六宗客户投诉 去年十月第一次发现 员工有猫腻时 还给对方改过的机会 殊不知员工变本加厉 还在一个月后捐款潜逃 至今还联络不上 郑成发星期四 与其中一名受害客户 到满华公共服务集投诉部主任 张天次办公室召开记者会 告解民众提高警惕 不要再掉入这名骗子的圈套